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的人现在是在曼仲 今天我们来找大眼海莲 你们看到吗 那些boiling 那些boiling就是那个大眼海莲 叫你们怎样看 大眼海莲的boiling 和其他鱼的boiling 不一样 他们叫miss的那些小鱼 这种鱼是真的是可以爆爆掉 你们看一下先 看这种鱼是最容易捉沟 也是最容易脱钩了 只要跟你解释为什么 他整裙在没有boiling 大把 我们放回去先 珍惜生命 珍惜生命 珍惜生命啊 来给你们看 你看到他嘴巴吗 这两片薄膜啊 很容易穿的 很容易穿的 所以啊 你可以基本讲啊 狂咬 但是不一定 哇这只不错 这次有 有30 OKOK 再继续 还很多 看 看boiling 看到 他整裙在miss 抽抽抽抽抽 嗯 嗯 抽 有 拖 哎呦 抽 啊 又拖 他基本上是你丢下去是立刻来接 你看尾巴都不给他咬不断了 你看尾巴都不给他咬不断了 那去换耳去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钓组 这个是牵头钩 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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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g 我忘记了 然后耳是用这个软胶 这种软胶 给你们看一下他的尾巴 看到 他的尾巴 还一串这样子 这种是模拟小鱼的 尾巴 用这种来钓 大眼海莲的 是非常快来接的 凉了先 它在哪个位置 然后最关心的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青色和红色有奇效 如果大家要来玩大眼海莲的 现在买到2.5g 不要太大 大额 尽量小 这个5.5cm 也是会比较大 就是可以 再减一点 OK 可以了 一干路 不能看待也是 现在是 早上7点了 超级开始要退了 所以这个时间会比较 有 火月 哎哟哟 这跟你讲 钓 大眼海莲的 潮水 嗯 中 来 不错 啊 中 中 嗯 跳 啊爽啊 跳 这种鱼就是 这种鱼就是 这个是非常好的钓法 又不用解钩啦 呃 反正我们是要钓后放的 有爽到就可以了 tun boiling tun boiling tun boiling 跟地方追下去是对的 嗯 啊 走 所以基本上啊 你看一下 钓大眼海莲啊 基本上是可以 爆咬 但是不起遇 也是有可能 原因就是刚才我解释给你们看 他两个 他两个嘴巴那两条 薄片的 咳 的问题 现在我只有 一个小时可以玩 所以我先钓了鱼 待会再跟你们解释 大眼海莲是属于 一群鱼在那边觅食的 所以 他就会抢食 所以为什么会爆掉 大眼海莲就是这个原因 嗯 中 啊 足够 灌其他地儿来试一下 来 用这个 明东来试一下 4.5g 这边 这边没那么熟神经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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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 钓了 所以钓海莲就是好玩在这里 它可以狂咬 但是可以不上鱼 它早上我上了第一条最大的条 我过后 现在全部掉了 现在全部掉了 我现在用PC玩的不刺激 等一下先 我去换拌鱼 刚才用 刚才用 Altolight不好玩 现在我用Super Autolight 那只是我拿来钓鱼 应该比较刺激 可以的 来 我们继续 刚才有事了 不放前倒 不放前倒 好像比较难中 我看它水一直退了 我应该可以玩多一个15分钟 看它水一直退 咬不中 到前面才咬 嗯 重 嗯 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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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真的笑 喔喔喔喔 啊 嗯 它石头也是一个不错的中狗点 不太有意料了 啊 手 啊 嗯 嗯 出去吧 把它们出去 快点了 这时间 那水一直退 退很快 这里的潮水是 凌晨4点多 凌晨4点多 5点处开始 长 满潮 很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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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一条大了ечно 水现在飞到后真的是太低了 本的水在上面 要退到这里了 所以 可以钓这个大眼海链汁跟时间再跑 咬不中 噢 咬不中 炸水化 你看到吗 嗯 中 哎呀 麻烦了 exemple 上去脚 这里水要不要生一点 洞梦 洞梦 嗯 掉 不重 小条 有种比较细敏感的干你就可以感觉到 啊 咬我了 太粗了感觉不好玩 嗯 咬不重 爽耶 嗯 咬不重 一直炸哦 爽 水太浅了 好了 今天就到 钓到这里 现在是早上9点 那个潮水已经退到 太低了 已经不能再钓了 在 曼庄这里钓 大连海连 有两个时段 一个时段就是 早上7点 到8点半 这段时间 第二时段就是 傍晚5点 到 傍晚7点 两段时间可以钓了 海连是属于那种回游性的鱼类 它会在河口 淡水和咸水之间回游 当然海连也是一种鱼会洗塞的鱼 但是它体型就没有金屋鲁那么大 第一种鱼就是叫做 猪龙 这三种鱼都 非常适合成为路亚的目标鱼 其实2023年到现在才发片 主要原因就是 年头就一直下雨 家乡就是一直敲轨 所以今天来到蛮重 这里钓大野海连就是 充实我玩路亚的信心 大野海连是属于群体逆施的鱼类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它boiling的时候 你丢过去 臭臭 它基本上就会咬耳了 所以是非常好玩的 但是要记得就是 它咬耳不一定可以起鱼 这个就是这种鱼好玩的地方 这种鱼种是非常适合玩路亚的新手 建议到你玩路亚的信心 好啦 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OK Ciao